大家好,我是麦田,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款格子包包的勾制方法。 我勾的这个包是10帧乘以8行,也就是10乘8的一个格子。 大家勾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大小来去决定你勾多大格子。 我量一下,我这个尺寸的话大概是23厘米左右, 然后用的线的话是合骨线,用的3.02勾针。 下面我们来演示勾制方法。 开始起针,小拇指绕线,挂到食指上,大拇指和中指捏住这根线。 起帧数参考屏幕上方的公式,咱们计算起帧数。 我这里起69帧给大家做示范,勾针,绕线,好,再绕线,勾出来。 我这里勾的是10乘8的格子。 好,然后呢,咱们勾针,这里不算做是一帧啊,勾针,绕线,勾出来。 这里,一个位置是第一帧,绕绕,勾针绕线,勾出来两帧。 3,4,5,按照这个方法,勾69帧。 我这里69帧已经起完了,咱们开始正式的去勾之。 勾之第一个格子的话,咱们我勾的是10乘8的格子,也就是10帧八行。 咱们先在这个帧上面挑出来10帧。 这里的话,一帧就算做是一帧了。 咱们倒回到第二个帧幕里面,挑起来,变着帧的一根线。 好,勾出来。 刚开始的一帧,加上挑出来的这一帧,就两帧了。 继续,下一个帧幕里面,挑出来3,4,咱们勾几个格子的就挑出来几帧。 5,6,7,8,9,10。 这个时候,咱们数一下,勾针上面的线圈。 2,4,6,8,10,一共10帧。 好,10个线圈,咱们开始往回。 勾针绕线,退两个线圈。 这里用到的针法是阿富汗针法。 好,再勾针绕线,退两个线圈。 这样子,绕线,退两个线圈,退到最后。 一定不要退多。 勾的时候,注意不要勾太紧。 好,退到最后两个线圈,退完了以后,这里,竖杠。 这一排全部都是有这个竖杠的。 咱们下一排的话呢,在竖杠上面去挑针。 第一个针目不需要挑,从第二个竖杠里面。 挑出来,好,这里一针,两针,继续。 下一个竖杠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九。 好,因为咱们一排是十针,第九针挑完了以后,最后一个竖杠是不需要挑的。 咱们借这个变子针上面的,刚才起的这个变子针,好,去借一针,挑起来,挑起来,好,勾出来。 这样子就一共十针了。 为什么要去借它一针呢? 就是为了让它形成一个直角。 好,再勾针绕线,退两个线圈。 绕线,退两个线圈,退到最后。 继续按照刚才这一排的勾制方法。 第一针,树杠不挑,从第二个树杠里面,挑起来一针。 勾出来。 现在已经三针了。 四,五,六,七,八,九。 好,九针挑完了以后,咱们继续。 最后一针是不挑的,在这个变子针上面,借一针。 第三排完成以后,直角就会很明显的,已经出来这个角度了。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,勾八排。 如果说你勾十一乘九的格子,你就勾九排。 你自己决定那个勾的行数。 我这里是十,十针八行。 现在三个树杠啊,一,二,三,三个树杠,这里就已经是三行了。 后面大家自行去勾制。 我这里呢,现在八行已经勾完了。 一个树杠是一行,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。 八行勾完了以后,咱们线头是在这边的。 然后咱们要引拔到这边来啊。 从右边引拔到左边。 好,依旧还是挑第二个树杠,勾出来。 引拔针勾出来了以后,左线圈从右线圈里面拉出来。 好,继续。下一个,挑这个树杠,勾出来。 两针引拔针。 三。 一直引拔到最后一个树木。 四。 好,引拔到最后一个树木了。 咱们,最后在一个树杠里面是不挑的。 继续。 还是挑下一个辫子针啊,挑起来一针。 好,在这一针上面去做一针引拔针。 这样子一个方格就完成了。 咱们继续按照刚才就是这个方格的方法去挑针。 这里的话,已经算作是一针了哈。 在这个辫子上面去挑出来。 加上这一针,一共挑出来十针。 现在是两针。 三。 四。 五。 六。 七。 八。 九。 十。 好,然后勾针绕线。 退两个线圈,绕线,退两个线圈。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去把这四个格子全部完成。 其余的格子都和第一个格子的勾子方法是相同的。 我这里呢,最后一个格子,嗯,勾到,引拔到了最后一针了以后。 咱们依旧还是挑起来啊。 挑起来这个旁边辫子针上的一针。 做一下,引拔。 好,这样的话,包底的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。 咱们把这个线 剪断。 开始针这个包身部分的第一圈。 第一圈的话,咱们就换另外一个颜色来。 这一圈的话,咱们就换另外一个颜色来说,咱们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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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颜色来说。 咱们的颜色来说,咱们的颜色来说,咱们的颜色来说,咱们的颜色来说。 咱们的颜色来说,咱们的颜色来说,咱们的颜色来说。